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老屋 老邓有些胆小 但他平时和乡里相亲相处和睦 他常常在街坊邻居面前念叨一句话 平安是福啊 我这一辈子别的什么都不图 就图个平安终老 老邓活了大半辈子 对人对事心态极好 就算偶尔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 他也从不和人红莲吵架什么的 他总是告诉自己 没什么大不了的 回家睡着一觉就骂事没有了 不过老邓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这事一直困扰着他 无法开解 他已经睡了十觉八觉了 事依旧是事 这事要从这一片的开发说起 最近呢 听说有开发商 有开发这一片 准备拆迁这一片的老屋 街坊邻居成天议论的都是开发商什么时候会来 老邓对这个消息十分反感 当邻居问起他的老屋准备卖多少钱的时候 他总是摆手说 不卖 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卖 说什么也不卖 在这件事上 老邓百分之百是个酱脾气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议论归议论 开发商嘴中没有消息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老邓的心也一天天放回了原处 可就在这阵风刚刚过去后不久 怪事来了 那天晚上 老邓和老婆躺上床聊了会儿天 正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 一阵奇怪的声音传进了老邓的耳中 声音不大 却异常清晰 就像是铁链在地上拖过的声音 那声音没想一会儿就消失了 于是老邓也没怎么在意 很快就睡熟了 第二天一大早 老邓一上街 就遇到一对出殡的队伍 害得他吐了两口口水 心里直叫晦气 这事过了没几天 又是一天晚上 老邓再次听到了那种铁链拖动的声音 他侥幸老婆 想让老婆听听 谁知当老婆被他推醒后 那声音却消失了 第二天一大早 老邓一上街 又遇到一对出殡的队伍 他依旧吐了两口口水 心里直叫晦气 当老邓 第三次在半夜 听到自家屋外传来的拐声时 心里有些发毛了 他想起床出门看看 这声音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 犹豫了半天 还是因为胆小而放弃了 让老邓真的感到害怕的 是第二天的早晨 他第三次遇到了一对出殡的队伍 难道那声音和死人有关吗 老邓心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 他把自己听到怪声和遇到出殡队伍的事给老婆讲了 老婆骂得神经病胡思乱想 老婆不肯相信自己 老邓觉得心里似乎总有个疙瘩 赌得慌 他决定 一定要让老婆听听的声音 郁郁出殡的队伍 就这样 老邓提心吊胆的过了几夜 每夜就像与大姑娘约会一样 等着那声音再次响起来 偏偏的声音 就像和他作对似的 就是不复约 不知道过了几天 老邓渐渐快要忘了那声音的时候 他却又不请自来了 这一次 老邓的老婆刚好没有睡着 陪着老邓听到了声音 第二天一大早 老邓就拉着老婆出了门 果然 他们又遇到了出殡的队伍 老邓的老婆还没啥 老邓却是目瞪口呆地站在路边 只觉得心底的寒气 一个劲地往头上窜 老邓扛不住了 拉上老婆跑到街上 两口子蹲在王瞎子的算命摊上 老邓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给王瞎子听 让王瞎子给算算 这事是好是坏 谁知道王瞎子一听老邓说完 二话不说收摊就走了 这可把老邓急坏了 他拉着老婆在街上买了两瓶白酒 一只大红攻击再封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死气白咧地敲开了王瞎子家的门 王瞎子看着诚惶诚恐的老邓两口子 长叹了一口气 啊 常言道 天机不可泄露 我这双眼睛就是年轻时露了天机才瞎了 我如果再做泄露天机的话 肯定要折瘦的 不过看在你们有诚意的份上 我拼了几年杨兽不要 也得救你们呢 老邓两口子千万邂逅 王瞎子终于讲出了一段 他俩闻所未闻的话来 你们家老巫刚巧建在去阴曹地府的必经之路上 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来阳间勾魂回阴间的时候 肯定得经过你们家老巫 所以你们才会在死人的头一夜 听到拖动铁链的声音 那是他们在拉人呢 王瞎子的话听着虽然蹊跷 但由不得老邓不信 因为事实都摆在那 只要头晚听到铁链声 第二天一早 肯定遇到出殡的队伍 老邓两口子慌了神 问道 那这事对我们一家老巫 可有影响啊 七次 这事只要遇上了六次 第七次 就轮到那人自己了 王瞎子的话 让老邓毛骨悚然 那 那可有办法救我一家呀 老邓急急问道 王瞎子不再说话 伸出右手 端起桌上茶杯 抿了一口 然后把茶杯递到左手 重重地放回到桌子上 老邓望着桌上 茶杯留下的水印 拉着老婆 对王瞎子 深深拒了一躬 转头离开了 一周后 老邓卖了自己的老屋 搬进了新买的楼房 两个月后 一支施工队开进了老邓以前住的片区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着推土机 推垮了老邓家的老屋 老邓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突然觉得施工队长很是面熟 他低头想了半想 狠狠地一跺脚 那不就是那出殡队伍里 走在最前面那人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